大家好,欢迎来到建设工程教育网 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学习案例10 案例10里面最典型的一个知识点 就是机械在现场闲置时间最短的一个判断 那么我们一起来熟悉一下它的背景资料 某工程项目业主通过工程量清单招标的方式 确定了某承包商为中标人并签订了工程合同 合同工期是16天 这一张的标题就叫合同价款管理 所以它最基本的背景资料就是签了合同 那么该承包商编制的初始网络进度计划 如图一所示 图中间线上方的字母为工作名称 界线下方括号外的数字是持续时间 计量单位是天 括号内的数字为总的用工工日数 就人工工日的标准是这样 正常的工作一工日八十 窝工的时候按45块钱进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它给出的一个初始的网络进度计划 一会儿要对这个网络进度计划进行调整 工作呢分别有A工作 B工作 C工作 D工作 E工作 F工作 G工作 H工作 和I工作 123456789 9项工作 每项工作的持续时间都给了 你看B工作的持续时间是5天 它给的计量单位都是天 那么这需要工日呢 一共30个工日 就这5天一需要工日30个工日 这30个工日你可以理解 比如说一个班组是5个人的话 那么就六五三十得干6天 30个工日 这是工日啊 这就给出的数据信息 比如说爱工作 一共是要干6天 那么这6天里面需要人工的工日数 是36个工日 如果平均来讲呢 就是一天需要6个工日 对吧 如果一个班组是6个人 正好这干一天6个工日 就可以这么去理解 所以里面给的是总的工日数 是把这个活整个干完 那么如果都有均衡进行 那都可以是平均 比如H工作干3天 一共需要18个工日 那每一天就是6个工日 好 这个工作之间的逻辑关系也有了 那我们再继续看 这个工作的一些工作工艺的要求 说由于施工工艺和组织的要求 工作ADH这三项工作 需使用同一台施工机械 这种机械的运转台班费是 一台班800块钱 闲置的时候是一台班550 这提到了是多种工作 共用一台机械 那么你一会儿就要再补充需界线了 工作B E I 还有这三项工作 它需使用同一台施工机械 这个机械的正常工作时候的台班费 是600块钱 闲置的时候是一台班400块钱 然后再看工作C和E 说这两项工作还需要用同一个班组 有多用瓦工也不请两个班组 这个班组前面C干完再来干E 为此该计划就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这就是我们最典型的叫资源受限制的情况 现场资源受限制了 不是资源放开 有的是机械 你用你的你工作 我工作用我的 这不是 那么我们就需要补充一些虚界线了 他说为此 该计划需要做出相应调整 我们先有个大体思路 你看 他要求是A D H 这三项工作要共用一台机械 那你干的时候不就是 先干A 再干D 再干H 那D跟H原来没有逻辑关系 那你现在就要想到 D工作是我H工作的金钱了 对吧 第二个呢 是B E I 这三项工作 他要共用一台机械 这个倒是原网络计划就满足逻辑关系 你看 先干B 再干E 再干I 就刚才这个H跟他之间 这里面还需要有一个虚界线 一会判断 就要去实现 第三呢 就是C和E 这两个班组 C和E 原来没关系 现在他们俩也是要共用一个班组 那么他们之间不就要加虚界线了 对吧 有虚界线怎么加 我们一会再深入 现在初步的 看 就是A D H D跟H之间要补充一条虚界线 然后C和E之间要补充一条虚界线 我们直接在这把虚界线的补充把它完成吧 虚界线补完了以后 除了满足你现有的逻辑关系以外 对原来的其他的逻辑关系不能有变化 比如刚才我们把C跟E 这么加完了以后 C和E他们倒是实现了共用一个班组 就是先C后E 而且对其他的工作都没影响 比如E工作的紧钱工作 依然是AB 然后现在加一个C 对吧 没有影响 F工作的紧钱工作 原来是C 也有 对吧 那么我们要注意的就是ADH 在D工作以后 H工作之前 我们要加个虚界线 怎么加 如果你想非常简单的考虑 我是不是能不把这个 直接拿个虚界线就连过来了 这是不允许的 为什么呢 导师实现了ADH 这三项工作是同一台机械可以用 但是呢 把谁的逻辑关系改变了 把爱工作的逻辑关系改变了 比如像爱工作的逻辑关系 它原有的是 我E跟F干完 我就可以干I 我跟你这个D没关系 你这个如果在这直接加个虚界线 那你就变成了爱工作的紧钱工作是三项 DEF都要干完才能干I 这是不符合的 所以你这个虚界线直接从这五节点 指上六节点是不行 你要避开它 你要在这个H工作在这儿 加一个虚界点 加个虚界点 然后这个虚界点从六节点往右指 不能双向 加个虚界点 然后再从这走个虚界线 那么这时候呢 这个H工作是等着你D干完 E干完我开始 然后这个爱工作 你看不受你这个D工作的影响 所以要注意这些问题 同时你整个虚界线改完了以后 逻辑关系就要满足新关系 然后对原来的老关系原定的 不能任意更改 第二呢 这个序号也要编 比如说你这个C工作 跟E工作 你把界线从下指上上了 那按网络图的 它的绘制的规则 那你就要有节点小的编号 指向节点大的编号 所以帮我们把这三个逻辑关系 就共用机械 共用机械 共用班族 把这三个逻辑关系都要实现的话 我们做出的网络计划的调整 调整完就应该是这样 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 对吧 你看C和E调整完 加了一个虚界线 既满足了新关系 对老关系也没有影响 B E 原来的逻辑关系 就满足 共用一台机械的逻辑关系 然后ADH 你看我刚才说的 ADH 我们在补充虚界线的时候 把这个节点补到这 因为这个节点 这么补出一个节点来 加了一条虚界线以后呢 这个逻辑关系 就对I工作的 仅前工作没有任何影响 I工作依然是EF干完干它 对吧 然后H工作呢 在满足原有逻辑关系的基础上 把D工作作为它的仅前工作 这样才是都实现了 节点序号都从小的序号 直向大的序号 小的序号直向大的序号 对吧 这是调整后的 满足了我们现场 它的就是资源受限制的时候 我们的一个逻辑关系 下面我们继续回到背景 那么刚才我们给大家 这个介绍的是 基于一个双带号网络计划下 如果需要进行 我们的逻辑关系的调整 就是虚界线的补充吧 我们要合理的运用 那么针对这个案例呢 它训练的就是我们 这个几个方面 一个就是虚界线的补充 然后就是我们一个新的知识点的出现 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思路 就是它的问题一 让我们对原有的进度计划 做出一个相应的调整 然后把调整后的网络进度计划 把它表达清楚 并把它的关键线路指出来 那我们现在就要指这个关键线路 我们先把刚才的这个网络计划 调整完了以后 我们在这网络计划里面 找到关键线路 因为反复再说 双带号网络计划 它最大的优点 就能找到关键线路 能够计算时间参数 并利用这些数据解决问题 对吧 那我们下面来看 这个网络进度计划的关键线路 关键线路呢 我们前面讲了 第二章讲过 有很多种方法 线路比较少的时候 我们说用线路没举法最快 你把每条线路都做一次加法 看谁最长谁就关键线路 可能一条 也可能两条或三条 但至少一条 这是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像我们这个 如果是它的线路比较长 走起来比较麻烦 那我们就建议大家用那个 最早开始时间 对吧 把每项工作的最早开始时间 从左往右都计算出来 然后从右往左把关键线路推出来 那我们这道案例就可以用这个思路 那下面我们快速的把这每一项工作的最早开始时间 我们过一遍 A工作的最早开始时间是零 三 对吧 我不说原理了 前面训练过 B工作初始工作 它的最早开始时间是零 最早完成时间是五 对吧 零五 C工作的最早开始时间是零 最早完成时间是三 零加三 对吧 初始工作的 最早开始时间都按零 它的最早完成时间就 它的最早开始时间加持续时间 好我们再往后 D工作的最早开始时间 你看 就是你A工作的最早完成时间 这就是三 三加四七 这有了 虚工作也是可以计算的 虚工作的 它的最早开始时间 从这来 三 三加零还三 好 再看E工作 E工作的最早开始时间 是它前面几个仅钱工作 E工作的仅钱工作 有三项 A B C 这三项工作 它的最早完成时间分别是 三 五 三 对吧 那要都完成呢 就取个大纸 所以这个地方写个五 五加五十 好 同理 再看F工作 F工作的最早 开始时间是 直接三 三 然后再看G工作 G工作的最早开始时间呢 是把前面这个干完 这干完是七 七加三是十 然后再看这个虚工作 如果愿意算也是可以的 它的最早开始和最早完成 就是把前面那个七 搁着 七 七 好 那么H工作呢 是把这个和这个都干完 开始十 七选个大了 十 这三 十三 好 那同理 爱工作 爱工作呢 是要把E和F都干完 就十跟七里面选个大值 十 十加六 十六 当然你也可以说用虚工作做也行 这虚工作是 这是十 这是十 然后在十跟七里面选个大的 一样的概念 十加六 十六 好 那么最后我们的计划空期就有了 你看 把这个工作 把这个工作 三个工作都干完整个工程结束 这是第十天 这是第十三天 第十六天 都干完 我得取个最大的 第十六天 这十六天就跟你的合同工期完全一致 十六天的时间 把所有的活干完 对吧 那么在这基础上 我们要找关键线路 你就从后面第十六天就保证最长线路往前倒 谁是十六 你看这十六 这是十六 那就往这倒 你看 这个关键线 十六上面是十 那去找十 十是谁啊 十在这儿呢 十上面还有十 那就找这个 十 对吧 把这个十上面是五 那就找五 这个关键线路 我们就找到了 就是我们这个网络图的关键线路 是B工作 E工作 然后一个徐界线 然后是I工作 B E I 这三项工作 就是我们的关键工作 这三项工作上不能晚 一旦晚了 就会影响我们的合同工期十六天 对吧 好了 那么这样我们就把问题一解决了 那我们再来看问题二 问题二 让你试分析一下 工作ADH的最早开始时间 和他们的最早完成时间 如果该三项工作均以最早开始时间安排作业 那么这种施工机械需在现场待多长时间 闲置时间有多长 如果要尽量使该种施工机械在现场的闲置时间最短 问你 你怎么安排 这三项工作的开始作业时间 如何安排 使得它闲置时间最短 那我们依次来 先把ADH这三项工作是共用一台机械的 它的最早开始和最早完成时间 刚才我们已经给它确认了 你看 A工作的最早开始时间是第零天 如果按最早 最早完成时间第三天 D工作呢 最早开始时间第三天 最早完成时间第七天 然后再看H工作的最早开始时间第十天 最早完成时间第十三天 那问你那这台机械呆在现场的时间是多少 机械在现场的时间 ADH这项工作 在现场的时间呢 就是它一开始第零天进场 这是它进去的时间 一直到它的出厂 H工作干完 第十三天干完 最早完成时间 那它在呆在现场的时间 就十三减零等于十三天 对吧 如果按最早开始时间安排的话 是这样 那么这机械工作的时间是多少呢 机械工作时间 你不能是呆在现场的时间 十天工作时间都十天 不一定 那工作时间就看它持续时间 A工作要持续三天 D工作要持续四天 三加四七 然后H工作要持续三天 七加三十 所以它机械的工作时间是十天 就是ADH 它的或者叫计划的 持续时间之后 都要三加四七 七加三十 十天 那它们俩之间的差值 不就是闲置时间 闲置DOT T 把这待在现场十三天 其中有十天在干活 那你说它闲置了多少天 十三 减四 十 就是闲置了三天 这不就判断完了吗 这是一切按最早开始时间 那它说如果想让它 闲置的时间最短 那你说怎么安排何时 闲置的时间最短 就跟一头一尾有关系 比如进场的时候 我让它尽可能的晚进场 然后让它出场的时候 尽早的出场 这就可以让它待在现场时间最短 那我们现在就是H工作 是它最后一项工作 第十三天最早退场 这十三天不动 那我要改变的是谁呢 我能不能让这台机械 在A工作的时候 就一开始进场的时候 别按最早时间 第零天进场 我能不能让它 按最迟开始时间进场 按最迟时间进 它也对工期没有影响 对吧 如果我说第一项工作 让它按所允许的 不影响工期的前提下 让它按最迟时间进 然后呢 最后一项工作的时候 让它再按最早时间完成 这两者之间的这个时差 就是我们在现场 待的最短的时间 你把最短的时间有了 减去它工作时间 那不就出来最短的闲置时间 那现在就变成了 要求谁啊 就是要求A工作的 最迟开始时间 而我最迟是哪一天开始啊 对原计划工期又没有影响 但是呢 又能使得我机械 待在现场时间短 那一种算法就是LS 你从后往前 我们不是可以啊 对吧 我们第二章学过六大时间参数 你可以从后往前算 算了这 对吧 算了这 算出来的结论 应该LS是2 好 这是第一种思路 我讲思路1啊 这个是可以的 那一旦我有了 这个A工作的最迟开始时间 我拿这个最迟开始时间 跟我这H工作的最早完成时间 他们俩之间一减 13-2 就待在现场11天 11天里没有10天干活 那就闲置一天 这是思路1 可以 是从哪呢 从A工作的最迟开始时间 从这儿着手 那么思路2呢 我们建议大家 还是用总时差的概念 比较好理解 就总时差 前面我们讲了 所谓的总时差 就不影响你工期的前提下 我这项工作可以激动的时间 那如果说我找到了A工作 我知道了它的 这个A工作的总时差 激动时间 我在不影响你16天完成的情况下 你原来合同工期不16天 那我这项工作的激动时间 我把它都用了 原来可以激动 我把这激动时间全都给它用了 那么这样使着这个进场的时间 它不就晚了吗 你闲置的时间不就短了吗 所以你的思路就是我想求A工作的总时差是多少 在不影响你工期的前提下 我可以有几天的激动时间 我把这激动时间都给它用掉 对吧 那么总时差是多少 那A工作的总时差是多少 也可以有几种求法 一种呢 是我们前面讲的六大时间参数 LS-ES 对吧 减出来是2 可以总时差 也可以用LF-EF 这是5-3 这都可以的 你要整个算 我就讲思路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我们在前面第二章 还给大家提到的 就可以用一种快速的方法 就你想求某工作的总时差的时候 你找到这项工作所在的线路的持续时间之和 跟谁比呢 跟你关键线路的持续时间 16年去比 比出来差值 就是你这项工作的总时差 如果好几个差值 那选小的就行 那我们是不是又可以用这个思路 快速的找到这个总时差 先看A这项工作 在哪条线路上呢 第一条它可能在 1 2 5 9这条线路上 第二条呢 它可以在 1 2 5 8 9这条线路上 对吧 那么第三条呢 它可以在1 2 3 4 8 9这条线路上 第四条它是可以在1 2 4 6 7 9 它就在这四条线路上 你把这四条线路的持续时间之和 都跟16天比 比出来最小的那个值 就是我的总时差 那你就看第一条往上走的 这是3加4 7 7加3 10 10跟16比16 你可以先放在这 这是一个6 那么第二个呢 从这比 3加4 7 7加3还10 10跟那个16比 还是6 第三条就这么走了 你看 对吧 这么走就是 3加5 8 8再加3 11 11跟16比是5 5天 不影响 关键线路前提下 对吧 好 我们再看 往下面走 1节点 2节点 4节点 6节点 7节点 9节点 这条线路的持续时间之和 这是3 3再加5是8 8再加底下的6 就14 14跟16比是2 是吧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A工作所在的这条 这个各条线路 跟关键工作的这个 线路的时间之比 比出来差值 有6天 5天 2天 2天的 那我们取个最小值 就是 你不影响总 工期的前提下 你至少有两天的 机动时间 这样你看 我总时差 A工作的总时差 就得到了两天 所以你怎么解决 这个问题 对吧 我们说的 就闲置时间最短 你可以去找你 这个初始工作 就这三项 都要用这个机械的 最早的这个工作 它的 最迟开始时间 或者它的总时差 好 那么这两个都有了以后 我们就很显然 就可以处理了 那么这时候 机械 我们在待在现场的时间 就变成了多少了 是由我们 最后一项工作的 最早完成时间 然后最早完成 早点退 第13天 然后减去呢 我们这个A工作 就初始工作 它按最迟时间进场 它不待在现场就短吗 对吧 然后最迟时间进场 那就是两天 或者是 它可以激动的时间 是两天 把这两天用掉 那就是13-2变成了 13-2就变成了11天 好 这11天是指的是 把A工作 按最迟开始时间安排 或者把A工作 不影响工期的前提下 把它的激动时间 全用完 得到的 那么这个台机械 待在现场工作的时间 还有10天 那么这样我们就能找到 它最小的闲置时间是多少 闲置时间就是 刚才算出来11天 减10天 最小的闲置时间 不就变成了一天 这就是我们这道题的一个思路 所以大家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更重要的还是要谈思路 对吧 如果你没有思路 你看到问题奥的时候 就很乱 什么叫闲置时间 你得先找到 所以这个问题二的时候 它在出这道题的时候 它是递进式的 它让你先把 按最早开始时间的前提下 这种安排下 你把它的机械的 待在现场的时间 和闲置的时间 工作的时间 相互之间做比较 然后在这基础上 你想得到闲置时间最短 我们只能让它 待在现场时间最短 它的闲置就最短 因为工作时间是不能动 对吧 那么怎么样最短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结论 要它最短 就让它第一个进去的 那一项工作 就机械进场的时间 让它尽可能的晚进 然后最后一项工作干完 让它尽可能的早干 所以最后一项工作的 最早完成时间 EF 然后去找那个什么 首项工作的 最迟开始时间 首项工作 LS 最迟开始时间 这样才是 你待在现场的时间最短 待在现场时间最短 减去你工作时间 就闲置时间就最短 就这个思路有 就变成了时间参数的一个 计算和应用 所以问题二 我们的结论就是 或计算LS 或计算TF 就总时差 对吧 其实变成了 然后把它应用 接下来我们看 问题三 如果承包商使着机械 在现场闲置的时间 最短的合理安排 得到了监理人的批准 那么在施工过程中 由于设计变更 致使工作E 增加了工程量 作业时间延长了两天 增加用工十个工日 材料费用2500 增加相应的措施 人才机费用是900块钱 因工作E 作业时间的延长 致使工作H.I的 开始作业时间 均推迟了两天 那由于施工机械故障 致使工作G 又延长了一天 增加用工三个工日 材料费用800块钱 就出了两个事 对吧 一个是变更 引起了工作的增加 亦工作 一个是施工单位的原因 对吧 引起了像工作G 工作的增加 那么我们看 它是不是让我们求 工期和费用的索赔 因业主原因的 某项工作的延误 致使其紧后工作 开始时间的推迟 要给予人工 窝工补偿 就业主的原因 你使得某项工作延误 找你要钱 这也无可厚非 它的意思是 由于你这项工作的延误 是业主的责任造成 使得他后面 紧后工作 也发生了延误 那么这时候 他说要给紧后工作 人工补偿 而这个规定呢 是在不同的合同 不同的现场规定 是不一样 有的工作 他认为是 有经验的承包商 你可以把这个 现场的损失 降到最小 所以他只给你 比如A工作 确实是业主的原因 造成损失 A工作补 那他后面B工作 他不再补你 他觉得A工作 我当时出了事 你可以快速地 通知B工作 使得损失降到最低 那个时候呢 出了事的时候 只能算A工作的钱 不能算B工作的钱 而这个案例 他约的不一样 他说只要是 业主的原因 你使得某工作延误 我找你要 然后这个工作的延误 使得他紧后工作 也耽误了 我也可以找你要 卧工的闲置 对吧 他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 那个计算费用的时候 别忘了把这句话 把它考虑进去 那么计算的一些费用的费率 他也规定了 如果该工程的管理费 按人财基之和的7%处理 这是有管理费 就工作状态下的 其中现场管理费为4% 那么这个现场管理费 指的就是涡工状态 说涡工状态也积点管理费 但费率可以小一点 所以这个你要理解 你不能说这个现场管理费 是什么意思 你就得默认 因为这就是我们职业的要求 他觉得作为职业的在港的工程师 你应该对这合同里面 这个约定有理解 前面这个费率 是指的在工作状态下的 后面这个费率 现场管理费 是指的在涡工状态下的 那么利润呢 按人财基和管理费之和的 4.5% 利润只有工作状态有 对吧 涡工状态是不计利润 归费和税金都要计 归费按人财基和管理费 利润之和的6% 增值税税率都是按一般计 所以9% 那问你 这时候你要扮演承包商的角色 你可以得到的工期索赔 和费用索赔是多少 那我们就这两件事吧 一个是设计变更 造成的易工作的工程量增加 那设计变更是属于 业主方的责任 那么我们得看 你是业主方的责任 但他工作延长了两天 这易工作我得先找找 一它是不是在关键工作上 如果在关键工作上 这两天是可以的 对吧 然后再看对应产生的费用 对吧 那我们先来看 这个易工作是不是在关键线路上 那么它的前提是 承包商已经按 最短的那个闲置时间安排了 那我们来看刚才我们分析完的这个 网络图 如果它是按最迟进场的时间 那么A工作就是按第二天进场 A工作干完 最迟完成时间 2加3 这就是5 这个地方应该是第5天完成 以此类推 比如说这个D工作 它完成了 它才能开始 这应该就是5 对吧 5再加4 这就变成了9 这是 原来这个就不要了 对吧 最新的就按这个进行 第二天进场 第5天干完 那后面第5天开始 第9天 后面倒没有影响 G工作呢 这地方是第9天开始 你看 9再加3 第12天干完 那对于这个H工作呢 因为它是受D和E工作的制约 它是取大的 这个就没有动 所以真正按照最短闲置时间 安排的现场 就是A工作的按最迟时间了 然后D工作 跟着它也把时间 开始时间晚了 对吧 G工作受影响 也开始时间晚了 就是A D G这三项工作受影响 其他都不受影响 你看E工作 它的最早开始时间 还是第5天 对吧 那么下面 我们就讨论这个E 你看E在这呢 这项工作是关键工作 刚才我们提到了 这在关键线路上 既然是关键工作 它加了两天 你看 这两天肯定工期化个钩 这个工期索赔成立 理由是变更属于业主的责任 然后第二呢 就是我们正好一工作在工件工作上 好 那你这个一旦成立 我们工期判断完了 那钱呢 钱要从两个方面考虑 第一个方面就是 E你多干活了 那就多花钱了 多花人财 机 管理 归税 全费用给它组出来 这是第一个 第二 因为你E工作的增加 时间增加了 多干活了 使得它的紧后工作 一个是H工作 一个是I工作 是不是使得H和I工作 这两项紧后工作就推迟了 那推迟的现场 有可能就有窝工 那刚才讲了 因为你业主的责任使得 我紧后工作 拖延了 那我就要寄你的窝工费 比如H工作要寄谁窝工费呢 它原来正常的话 是一天是需要六个工日 是 因为三天是十八个工日 一天六个工日 你晚了两天 那我这就多了十二个工日 在现场闲着 那么这个闲着的钱 我得找你要 而且我这台机械 你看 我是ADH这个机械 因为你的原因 因为你干完 我得干 你看你们俩的 紧后工作是跟着呀 你一干完 你看 我就干 所以你要晚了 那我这台机械 它也在现场 闲置了两个台班 这两个台班也要寄 对吧 好 就是H 再看I I也是你易工作的 紧后工作 那么因为你晚了 使得我这里的一部分 人工爱工作 它是一共三十六个工日 一天就是六个工日 三十六除六 六个工日 那你晚了两天 我这六成二 就十二工日 也在现场闲着 窝工了 所以他也有这个窝工费要寄 但这个爱工作 要不要寄机械呢 机械不用了 理由是你是 B 义 爱 共用一台机械 所以义工作 你在算全费用的时候 你不多干活 那把那机械费割着 都已经算完了 所以这个义工作的变更 多干两天活 是先把义工作 多干的那部分钱 全费用算出来 然后再把H工作的人员 和机械的窝工算出来 然后再把爱工作的人员窝工算出来 对吧 他这不算机械窝工 因为机械 它是共用一台机械 你在这算了 这就不能算了 那这钱到底是多少 我们把原始计算室 带着大家一起过一下 先看义工作的 义工作的里面 第一笔钱 它是作业时间延长两天 我们分析说 这两天索赔成立 然后增加了用工十个工日 那十个工日是按工作状态计 这十个工日应该乘以谁呀 就乘以他原来的 给我们定的工日单价 是正常工作的时候是 一工日八十块钱 窝工的时候是四十五 那你现在一工作你是多干了 对吧 那十个工日就得按八十块钱 十乘以八十 好 人工有了 那么在干这个活的时候 人财机吗 材料增加了多少呢 两千五 都先从人财机算起 然后再组其他 然后再还有其他吗 除了人财机以外 他说还有增加的相应的措施 项目的人财机费是九百 这是材料 这是措施项目九百 措施 那现在很重要一点 那你机械呢 对吧 在一工作上 你多干了这个活 你得 机械也得用啊 多干了两天 就两个台班 那这个一工作的机械的台班 是多少钱 在前面背景都有了 你看 它是 必一爱共用一台机械 工作状态就按六百块钱计 闲置的时候按四百 那你现在一是工作状态 你要干这个活 还是要用这台机械 对吧 所以你还是要六百 六百再乘以二 那就是机 你看 所以干完易工作以后 人工费 材料费 机械费 以及所产生的配套的措施项目的 人财机费九百块钱 这都要隔得着 对吧 这是基础 在这个基础之下 然后我们再收管理费 收利润 收税金 收管理费的费率就按这个走 管理费工作状态是 人财机质合的百分之七 利润是百分之四点五 然后归费百分之六 你看 税金百分之九 所以你要在这个基础上 就乘以 一加百分之七 就管理费来了 一加百分之四点五 利润进来了 再乘以 一加百分之六 归费进来了 再乘以 一加百分之九 税金进来 所以 一工作 因为设计变更 变更增加的钱 都是全费用的 你把全费用的 人 财 机 管 利益 归税 全都租进来 这样我们就有了 它最核心的一项 变更所产生的 一个 一工作的费用 那么一工作 因为它的 时间的延长 使得 H和 I工作的 开始时间 它不是推迟了吗 所以第二 我们得找 H工作的 先找H 再找I吧 先H 那么由此产生的 H工作的 这个窝工是多少 刚才我们已经分析了 最主要的窝工 就两个 一个就是人员的窝工 一个 一天是六个工日 18除以36 两天就是12个工日 这是按窝工状态计 然后再有H工作的 它的机械台班 它是闲置 按闲置 折旧走 那我们看 它的闲置费 前面也给了 ADH ADH 这个H 这项工作 它的闲置台班 按550G 那我们就看了 H工作的人工 是一天是六个工日 两天闲置 12个工日 12个工日 都按45块钱 这有了 然后第二 就是我们的机械 机械呢 刚才讲的是 550块钱的折旧 按两个台班 人工和机械 都窝着 闲着钱 那么这个钱 得产生一部分 现场管理费 现场管理费 按百分之几啊 后面讲的是 按百分之四 对吧 现场管理费要寄 然后窝工状态 是一定不能寄谁的 一定不能寄利润的 直接寄 归费税金 一加百分之六 和乘以 一加百分之九 归费税金 是不可竞争 都要有 好 这有了 然后第三 因为义工作的变更 我们还引起了 爱工作 往后推了 那么刚才 我们分析的结论是 爱工作的推 只造成了人员的 这个 班组人员的窝工 机械已经在义里面 算完了 对吧 那么你这个是 一天是六个工日 两天也是十二个工日 那你就把这个 爱工作 一天六个工日 两天十二个工日 这六就三十六除六得了 那么每一个工日 按四十五块钱寄 对吧 这就是我们说 人员的窝工 那爱工作 没有机械的窝工 对吧 它只有人员窝工 那人员的窝工 会引起现场管理费 一加百分之四的增加 把现场管理费租进去 然后会造成我们 归费一加百分之六 再加上我们的税金 一加百分之九的增加 好这样我们就把 由于一工作的变更 所造成的费用的一个补偿 分成了三部分 一个变更的全费用 一个是我们因为 H工作的闲置 人员和机械的闲置 一个是爱工作的人员的闲置 以及他所引起的其他的费用 都给他租进去 好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事件一 那么事件二 很显然索赔不成立 因为由于施工机械的故障 这属于施工方应承担的责任 他致使既工作的作业时间 增加了一天 增加用工三个工日 材料费八百 那我们直接就是索赔不成立 这里面 施工机械的故障 理由是这属于施工方应承担的责任 那么这样我们该算的 工期和费用也多出来了 对吧 好 那么案例十 我们就给大家分析到这 我们说的 他这道题的一个非常典型一个特点 一个呢 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就闲置时间的一个判断 第二呢 就是对于我们现场合同约定 哪些工作是因为仅前工作的变化 使得仅后工作的拖延 要补偿费用的 那么根据背景资料的约束 去完成他的一个费用的计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